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川普刚刚发推文说 自己1月20日不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川普此举打破了长久以来 卸任总统出席继任总统就职典礼的传统 川普写道 对那些好奇我是否会参加就职典礼的人 我1月20日不会去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川普总统昨天也公开谴责国会暴力事件 他表示现在的重点是确保政权平稳有序的转移 川普昨天傍晚透过推特发表视讯演说表示 他和所有国人一样对暴力行为与混乱感到愤怒 他表示美国一直是也必须永远是一个法治国家 闯入国会的示威者玷污了美国民主 这些暴力分子不代表我们的国家 违法者将付出代价 不过川普仍向支持者喊话 我知道你们很失望 但我也要让你们知道 我们不可思议的旅程才刚刚起步 当选总统拜登昨天再次发表讲话 即国会骚乱定性为美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 并把袭击国会的川普支持者称为 暴徒叛乱分子 本土恐怖分子 他明确将责任归于川普 当天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众议院长佩洛西等多名民主党人 以及一些国会共和党人 法律界和商界人士纷纷呼吁副总统彭斯 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立即罢免川普 据美媒统计有100多名国会议员呼吁罢免川普 骚乱事件触发川普政府官员的离职潮 多名官员已辞职切割他们与川普的关系 交通部长赵小兰 7日宣布辞职成为国会骚乱后首名辞职的内阁官员 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当晚也递交了辞称 并明言川普的言论煽动了骚乱 是促使他辞职的转折点 当川普的支持者前天攻占国会大厦震撼全球之际 美国新冠病毒单日死亡数突破4000人 再创新高 此外那天的骚乱很可能成为疫情超级传播 数据显示 全美单日新增确诊再次飙破了25万5000里的大关 累计2120万人确诊 截至昨晚 全美因为新冠肺炎住院人数高达13万2051人 连续第4天呈现高档 疫情目前也在大多数地区升温 加州部分地区疫情恶化严重 包括洛杉矶大都会地区已将医院的负荷 推向极限 本周稍早 卫生官员下令南加州与中部十多个县 将各类非迫切心手术暂停至少三周 此外首都在英国检测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种病毒 目前已经扩散到美国至少八周 包括纽约州 科罗拉多州与加州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昨天表示 洛杉矶地区6号一天新增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了2019年全年遭凶杀人数的水平 贾西提说 6号我们有250周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比整个2019年洛杉矶市凶杀人数还要多 一天的数字相当于一年的凶杀 洛杉矶地区数周以来新冠疫情出现蔓延 入院人数不断增长 洛杉矶县官员说平均每8分钟 就有1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 洛杉矶县有超过8000人因为新冠肺炎入院 其中大约20%进入了重症病房 请继续做电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